用玉石副可以把神光棒是一种什么体验 今天这一集不一样 差一点就发不出来了 前两天把拍摄的手机丢了 这个底座我刻自己的名字 大家没什么意见吧 严格正传我们开始做手柄中间卡扣的部分 这里还要感谢一下捡到我手机的好心人 不然的话真不知道怎么和各位解释 我们要把中间指示器的这个料子也切出来 先把原生给大家放了 一会儿再给大家看火花 我之前以为这块料子切废了 结果发现正好能做神光棒的零件 切的差不多了 我们需要再画一遍 把大概轮廓画一下 然后换一片新巨片 因为这次没有多余的料子 所以要小心一点 这块料子火花应该很清楚 换个视角给大家看一下 虽然我已经切了十几年料子了 但是我依然感觉这个火花非常的漂亮 其实说实话切料的这个过程还是蛮枯燥的 这点料子前前后后切了一天的时间 切的差不多了 我们就可以打磨一下了 我们先磨出一个基准面来 然后用这个基准面来翻另一个基准面 顺便把这个计时器的料子也磨一下 上一次用手搓圆 大家是不是没有看清楚 我再给你们展示一遍 我们先把这些料子都画一遍 然后需要把这些多余的部分都切一下 因为这些料子边角差的太多了 直接磨的话会很费力 所以我们先切掉一部分 大概切到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磨了 这段视频我只做了加速 一针也没有剪 给大家一镜到底 看看是怎么磨这个圆的 当然这个圆也只是说相对的圆 如果上仪器凉的话 应该会有很大的误差 磨到这个样子基本上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锯片磨不动了 一级开两张新锯片 视频里大家看可能就几个镜头 既然有很多镜头没有录 所以那个锯片才会磨损这么快 两天半的时间就只磨了个大镜 我自己都觉得这个进度实在是太慢了 之前有人说让我做完了一起更 我幸亏没听你 这样这个大概轮廓我们就磨得差不多了 这期应该是做不完了 我们只能下一期再做了 放到一起整体展示一下 这两个零件再做好 外形就整体完工了 剩下的就是它内部和细节了 好了各位看看老爷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